大家好 今天要和球迷分享的话题是破案的 韩德军为何要打韩德军 除了阻击 还有其他软硬 球迷怒了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随便比赛 众所周知 在近期进行的 鸟瑞大战上面爆发出了 激烈的冲突 辽宁队当家球星韩德军 与广东队大牌外软韩德军 爆发了肢体冲突 那么事情的起因 就是韩德军在此球进攻的时候 挥走击打了韩德军的命步 导致韩德军 鼻梁骨折 并且 这个心血之流 那么 可能很多球迷 对于韩德军的印象 就是 大汗是一个老好人 脾气非常的好 我们很少看到 韩德军在赛场上面 大翻了一天 甚至 一个大打出手 为什么 在被走击之后 韩德军会非常愤怒的 爬起来 要打 魏莫斯恩 很多球迷啊 刚开始 不了解这些情况 感到非常疑惑 韩德军的脾气这么好 如果说 威莫斯只是无意走击了大汗 那么韩德军也不可能会如此的愤怒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 导致韩德军彻底的发怒呢 其实通过漫经的回放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细节 那就是 当韩德军 当韩德军 被走击倒地之后 威莫斯似乎 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也没有向韩德军道歉 也没有啊 关心韩德军的伤病情况 威莫斯还站在旁边啊 进行脚病 威莫斯的肢体语音啊 告诉大家了 感觉啊 韩德军有假摔的成分 做出了夸张的挑选动作 这就让躺在地上的韩德军啊 彻底的发怒了 众手周知 韩德军已经被威莫斯 击倒在地 心血滞流 在这种情况下 你不但不来关心 不但没有感到轻易 反而还反咬一口 让韩德军假摔 虽然说韩德军脾气非常的好 但是啊 在被击打了之后 还要蒙兽软出 任何人都无法忍受 那么因此啊 韩德军才会彻底的爆发 直接跑到威莫斯的前面 这个命前要打威莫斯 那么其实啊 对于这个细节 很多球连也感到心疼 首先第一个方面啊 就是心疼老将韩德军 韩德军一直是因为啊 兢兢业业的优秀球员 个人的平行 球风啊 都非常的优秀 很多球迷啊 也非常的喜爱韩德军 谁也来说 在篮球场上面呢 曲信 这个肢体接触 甚至啊 发生受伤的情况 并不奇怪 并且 这个毕竟呢 这个双方的防守动作啊 非常的激烈 但是呢 在曲信的意外情况之后啊 威莫斯 应该主动道歉 拿出自己的诚意 来获得了 韩德军的燃量 但是呢 威莫斯 并没有道歉 而武器呢 还软往韩德军 假帅 这 确实啊 难以认受 那么这一种啊 也是爆发出了 激烈的冲突 那么在 赛后啊 根据 摇零队方面 透露啊 韩德军的 毕竟两骨折 命不啊 发生病行 那么随后 还要到医院啊 进行治疗 那么相信啊 这个CBI临赛 一定会啊 对这件事情 进行认证的调查 对于 威莫斯的 错误行为 以及挑戏行为啊 很多情谊认为啊 有可能会遭受 林文的追加处罚 情谊朋友们 认为呢 今天分享 到此结束 我们下次再见